3月18日,在广西民族大学留学的178名优秀东盟学子 荣获中国国家电头绿色东盟奖学金 该奖学金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广西电力有限公司 与广西民族大学共同设立,总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 自2022年起分5年执行 每年奖励来花留学生200人 旨在鼓励东盟学生全面发展成为推动中国、东盟友好合作 东盟清洁能源转型发展的动良之才 此次荣获奖学金的缅甸留学生代表林德伟在发言时表示 缅州山水相依,世代毗邻而居 两国之间的包拨情谊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有为重要 近年来,随着缅州两国友好合作的不断发展 为缅甸学子来花留学创造了很多机会 我特别感谢我的妈妈在众多的语言中选择了中文让我学习 我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在缅甸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 至于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们 缅甸对中文的认合度越来越高 汉语在缅甸是年学习的重要选项 柬埔寨留学生陈丽华介绍,他2019年来到广西民族大学 在三年的学习生涯中,他参与了很多校园活动 这些活动让他更了解中国的文化 我学过毛笔症,体验过中国产业 跳过中国舞,打过太举拳 学校还会认识我们参加各种比赛 在中国学习与生活八年时间的越南留学生杜文南称 随着越中两国在各领域的合作交流日益频繁 也为越中两国的年轻人提供了诸多发挥才干 展示能力的平台 来自老挝的留学生岳洪玉表示 老挝和中国是好邻居,好朋友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深入推动下 老中双边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与东盟公建绿色一带路实现地盼和可持续发展 不仅是中国与东盟各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 作为东盟国家的留学生 我们继续努力学习 终取毕业后能为中国东盟的可持续发展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